你們現在要去哪裡玩啊 要去哪裡玩啊 要補習啊 為什麼要補習 為什麼不行啊 全班都在補 這條就是比較簡單 可以普通人的地方 唉唷 怎麼說 去拜拜 讓小孩可以安心 不緊張 科技可以喝喝啊 孔廟不是廟 蛤 孔子他認為自己是一般人 孔子是一個很成功的模範老師 人家說台在哪裡而已 但是練完這樣都可以錢啊 祝惠祖母 瓜哥 人家說祝惠祖母一隻 對 耳聰木 有句話說得好 愛孔子得智慧 愛文昌帝君得機會 有智慧 有機會 還能真的達到示範功倍 孔子呢 是我們中國文化傳統中的孔聖人 但是孔子自己認不認為自己是聖人呢 其實不是 孔子他認為自己是一般人 孔子的人生其實比我們想像中的一般人 還要再曲折離奇一點 因為他自己說 無少也見 故多能鄙視 他的祖先是貴族 但是到他的時代已經不是貴族了 所以他年輕的時候呢 父親過世 家裡過得很苦 他做了很多今天看起來都算是雜物的工作 看倉庫啊 當保全之類的 可是也因此 他的人很貼近所有人所熟悉的日常生活 所以在孔子還活著的時候 他其實不怎麼被當時的人看中 這是事實 但是在他過世之後呢 他的弟子們把老師的學問發揚光大 更把老師抬上了神寒的地位 倫理道德對中國人來說啊 除了是一種做人處事的道理 更是儒家思想的大成啊 所以中國啊 上至天子下至百姓 幾乎啊都尊孔子為自己的老師 甚至從一千三百多年前的唐太宗開始呢 歷代皇帝啊都會興建孔廟 來宣揚儒家的精神 然而在台灣的四十多間孔廟當中呢 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台南孔廟了 這一座啊 建於明正時期的台南孔廟 不僅是台灣最早的文廟 他全台首學的稱號啊 那更足以證明 他對台灣這個數百年的教育當中 那一份不可撼動的地位 因為他不只是一座文化殿堂 更是蘊藏孔子教育思想的禍教士 不過為什麼全台修學要選在孔子廟 甚至說是到現在 這位兩千多年前的學者 依然受到世人相當的尊敬呢 孔子是一個很成功的模範老師 孔子提出來的教育理念 今天都被掛在各個學校的這個公布欄上面 比如說非常有名的有教無類 有教無類的意思是 有教育則不會讓學生產生差別 類是類別的意思 孔子是怎麼教學生的呢 孔子是用生活的方式教學生的 就因才而施教 孔子我覺得真的是最好的老師 他覺得所有的人都應該能夠受教育 不管他階級怎麼樣 這是一個等於是一種人權 因為他教育應該是全人教育 教你怎麼樣跟這樣生活 怎麼樣跟別人 有一種很和睦 很順利的一種關係 孔子常常是談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所以我覺得這個我自己也學到很多 聽完丁神父這麼說 就知道孔子這種因才施教的理念 除了影響到後代教育的發展 更獲得中西方學者一致的推崇 不過孔廟既然是集孔子思想大成的地方 究竟這裡頭又有哪些建築物 足以彰顯孔子的智慧 就如同蔡老師說的 敗孔子得智慧 那麼這些智慧到底又藏在哪裡呢 老師這個造型也太特別了吧 這個喔 你不認識他嗎 不認識 敖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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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獨佔敖頭嘛 多虧嘛 對 但是你們這樣說 獨佔敖頭多虧 我們是說 重鑽的第一名 也只有一個而已 但是你有注意到 這裏面孔子廟有四隻敖頭 最主要就是說孔子的教學 有教無類 他是素方歸宗 所以這個獨佔敖頭 是代表各個不同的那個 行業的一個最厲害的人這樣 所以孔子的底下 他不是單一個地 他是各行各類都有 他都是很佼佼的 所以有教無類的 其實你真的這樣 還有出了這個敖頭 這上面的獅子也很可愛耶 我好像看到他跟那個 一般的那個獅子 表情好像不太一樣耶 你自己耶 你自己耶 你自己自己耶 真的 你觀察入圍 看的詳細 他擺在這個位置 他有特別用心的用意 什麼樣的用意 他是一個孩子 小孩子 娃娃 娃娃 娃娃在我們人的講法 就是說他天真無學 但是在學生的講法 就是說你不輸觸足之心 喔 老師 有什麼他要讓學生說 要保有赤子之心 赤子之心 最簡單耶 像小孩子 嗯 嗯 赤子就是小孩子 小孩子呢 他不詐任何的雜欄 任何的外界的東西 他很單純 永遠保持你自己的一份真 喔 因為畢竟如果書 書讀的多 有名 有利 有才 之後很多誘惑 如果說保持初衷的話 都不受外界的影響 是 這是最重要的 我們現在繼續 就是重點 我們禮拜大沈殿 拜夜孔子 喔喔喔喔喔 來去求道一下 求一下知識 來來來來 來來來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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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 老師 這 這沒什麼中耶 怎麼說 你不是說這是 孔廟嗎 對啊 但是 香蕉你看 這有什麼意願嗎 這麼多耶 你賣的時候 沒看到自勝先生的神尊 也沒看到暗度 香爐 水果 那種獎品也都沒有 都沒有人來拜拜茶香 因為這一個很明確跟你說 孔廟不是廟 蛤 蛤 孔廟不是廟 很奇怪喔 不然孔廟是什麼 它不是一般人說 拜拜神明的廟 它是中紀大廟 就是大義設計 這是國家的東西 所以說這不是一般 宗教信用 翁牙千歲的那不是 所以說它那個是 宗教信用 宗教信用 宮廷裡頭的東西 會不會是 比較像是那個 中正紀念堂的概念 對 因為 孔廚 我們把信用到 那些年紀大廟 像天公一樣 所以用 它的行為 來代表它 而且 在這個孔廟裡頭 還有一個非常大的 內涵在 什麼內涵 你給它看一下 這些條子上頭有黏嗎 完全沒有 都這樣 很自然的那個 建造的那個材料這樣子 很浮實的那種感覺 對 那只有頂多是個牌匾而已 對啊 牌匾就很多了 對啊 是怎麼條子沒有條子呢 我們普通一般說 在官邸的民情不攏大多 在空腹煮民情不賣農民情 什麼人又有辦法評 空腹煮民情不賣農民情 更漂亮 更好 更恰恰 觀眾朋友看來這裡 感不感到 其實空腹煮廟 真的不是一棟建築那樣簡單 因為它不但是一種 後世的人對空腹煮的建議 也好比一間外交是一樣 不但四處 農圍要看到空腹的狗有在念 也狗有我們做人做事的道理 明天有個非常非常大的祭典 而且這個祭典 在我在這個地方台南國鎮 這麼這麼這麼久 唯一見到一個非常非常 讓你會感到心動 而且讓你會感到 非常殊勝的一個祭典 在祭典的台南國鎮 不但生禮是擁有這種上官的規制 它的規模跟禮儀 就好比古早皇帝在祭典的那樣 說是一種國家的台南國鎮 竟然表達出對至聖先師孔子的境遇 所以祭典不但是一種禮儀的團成 甚至也夠由我們鹽醉俗館 吃粿子要拜祝頭的道理 這場一場一場的祭典在台南 雖然受到風太的攪亂 也不過參加官吏的民眾 也是不理那麼多 因為我們鹽醉的儀式結束之後 就會開放所有的民眾來台南 辦這個相當定規的智慧毛 也不過八智慧毛 相信大家多少都有聽過 不過你知道 其實八智慧毛是一種很大的學問 因為如果是飯不好吃 到時候就真的要考慮毛 人家說祭的祭典在這裡 鵝、蔥、牧、民 都要食材的地方可以賣而已 還有牛尾毛還拔那麼多 哈哈哈哈 你不知道這個要怎麼用 不知道這是怎麼用 這個你怎麼用得好好地用 回來的就是 你這個回來有一句話 人家說拜孔子得祭典 拜佛文昌必經 得機會 機會 有祭會 有祭會沒有機會 那你什麼都不會 真的耶 因為有時候還是要考運的吧 人家說考運很重要 雖然你很聰明 但是在庭幕看過一遍之後 只有考出來 剛好都是你沒有看到的 哇 那就很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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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紅爪 要用一個紅爪下來 下你的深層巴掌 巴掌把它放下去後 去到空煮的地方 還是補文昌地震的地方 去給它過爐一下 這個過爐一下 這個就是什麼 就是它的當作寶生符 所以啊 如果是去講到 學生的守護身名 相信大家一定會去想到 文昌帝君 不過文昌帝君 大家都有拜過 但是你怎麼知道文昌帝君 到底是什麼樣的身名 甚至啊 有人說 它是來自星星的老爸 文昌帝君 它其實是單獨的 這個星塑神崇拜 它在北斗七星的旁邊 有六個小星 那這六個小星 組成的就是文昌星 那文昌帝君的 這樣子的一個信仰 其實是從 星塑神崇拜開始 那麼事實上文昌星 文昌六星一直到 隨唐時代 才因為科舉制度的關係 漸漸的呢 才突出它的這個 求許功名的這一個功能 那麼到現在呢 因為當代社會 我們會發現 去祭祀文昌帝君的呢 並不是只有知識分子 而是各個階層 各個領域 或者是說你有需要升遷 相關的這樣子的一個需求 為了增加你的考運 或者是說增加你的這個信念 讓你可以考試更順利 通常都會去祭祀文昌帝君 不管使用哪一種方式 來祈求神明 其實啊 對現在的家長來說 給孩子全部的資源 最好的教育 是他們的責任 但對現在的學生來說啊 可以考上一流的學府 好好出人頭地 則是他們的心願 但也因為如此的風氣下 學生跟家長們 都肩負著極大的壓力啊 而孔子跟文昌帝君 是學生們的守護神 或許他們也能助一臂之力 但畢竟天生我才必有用 其實啊 只要孩子不學壞 自然會闖出他的一片天 而這不也是至聖先世孔子 所提倡的全人教育中 最根本的那份初衷嗎